櫃子看得到嗎?像2一樣的 這是鋪的約定草術的寫法 有時候也可以寫成這樣 這是標準的鋪的寫法 像我們現在注音符號的p 注音符號的p就是鋪一模一樣的 當初張太炎在發明這個注音符號的時候 就是選用了很多很多的收音節字的部首 拿來運用 然後收音符號發的音呢 那就拿來當作注音符號的發音 這麼聰明 張太炎 他是國學大師 所以老師對他很景仰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鋪就是p2 好不好 OK 那麼 解釋呢 老師講 就是說 我們可以找到它的近視詞 故作是舊 反應詞就是新 新舊新舊 沒問題吧 成語我查到有頂心得固 就是改朝換代了 或是改頭換面了 人情世故 還有納心土固 土固納心 就是我們現代時代在變 老師幾乎在疫情期間的課 90%受到影響 怎麼辦呢 不能到現場不能群聚 慢慢就有人說 老師你可以改網路教學嗎 網路教學要怎麼用 用電腦 還要有攝影機 鏡頭要換來換去 你用講的時候 鏡頭對你 你要示範的時候 鏡頭對桌子 你最好還要準備一些卡 卡最好要拍照 然後傳到群組網路上 如果天啊 那個工作跟 這個算是 原地上課那個是幾乎不一樣的 那你就要變了 時代在變你要變 這個就是土固納心 對不對 你心得固嘛 你要改換 要遜應這個時代 你不遜應你就被淘汰了 就這麼簡單 好歸 老師現在這個課 也是慢慢從 也是這個方向來 大家都這麼改作業 每一個老師 多厲害啊 一般的也都是改作業 那這樣上課 差我一個嗎 好像也 沒有我去參與 也沒關係嘛 那我的價值在哪裡 講課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從 很多很多的盲點 你們去找到一個 新的切入點 我就想 我喜歡 五代字 我喜歡文字學 雖然懵懵懂懂 老師也說 你學那個亂七八糟的字 也查得不好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要 不要學 以後不要往這個方向走 我偏不要 我自己就自學 自學 然後 二十年之後 誒 我略懂了 呵呵 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可以這樣講過 這不就是一個改變嗎 突破自己的極限 這就是 有點像是 這個 頂心隔骨 這個意思 差不多 像 像這個